我担任十年的立法院院长 有那些事是值得谈的 我想我累计多一点势力 我相信每一个势力 都是让我们能够捍卫我们的立法权 发挥我们立法权的地方 也是争取立法权的地方 我想这个才真正是 对立法院也是对全国人民 也是对台湾民主的进步 应该要有的一些作为 其中比如说在921地震的那一年 地震发生过的第二天 当时李总统就召开国安会议 当时我被邀请去 我当场第一个新闻他提出 应该要发布紧急命令 赶快把政府的资金 这个人员裁掉等等的 赶快去投入救灾 那当然很多在法律上限制住的这些做法 应该赶快借着这个紧急命令的发布 那来这个等于暂时的来解除他 我记得第一天 总统还没有同意 第二天再提 他马上同意 同意之后呢 我记得是9月25日 然后9月28日呢 我们立法院就用最快的速度来追准 来通过这个紧急命令的颁布 我想这是多年以来 这个大家多好一个还是可以 回想到院长有这样一个座位 那当时由于这个紧急命令的颁布 才能够维持次整个救灾的次序 那政府的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够投进去 这样子迅速的来把9月21的救灾工作做得好 后面的附件当然我们也是尽量的来帮助 让相关的预算来通过 那像后来319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 我当时也向孙总统提出 应该等于发布一个紧急命令 成立一个特别的尊查小组 这样子来让整个319的事件 早日的获得能够水落熟赤 但是后来也没有接受到总统的一个 他的同意 如果有独立检察官或特别小组 去尊查的话 当时能够动用的各种证据的取得 或者是各种文件资料的 保全 所有资料的保全 对 第一时间可以留下来 应该不至于发生后面 还有那么多的事端 还有什么红山军的走上街头 还有那么多所谓行政抵抗权等等 这样这是值得一谈的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